非洲的物价有多贵 一瓶可乐卖二十多块钱 你受得了吗 兄弟们我是李星友 现在我在非洲的国家几年亚比少 我背后呢是几年亚比少最大的一个超市 相当于是这里的沃尔玛 我们去看看一百元人民币 能够在这个国家最大的超市 能够买点什么东西 Let's go 这国家老百姓的收入 大概是每个月五百块钱人民币左右 然后呢 平均到每天呢 就是每天收入十六块 然后呢 相当于每个小时挣两块钱呗 一百人民币呢 就约等于是他们一周的工资 我们正好看看一周的工资 能够在非洲买点什么东西 哇清凉呀这里 感觉很不错呀 来这第一次抽到空调啊 中央空调 大超市 一百块钱 这这么有自信啊 这是朝着一车去买啊 咱买个炒菜的油 哪个又便宜点 哇那这个油这么贵啊 这炒个菜呀 一升油二十二块钱 这还炒得起菜吗 这太疯狂了 最便宜的 嗯对 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 这是番茄酱吧 这么大一罐啊 850克 600块钱 来个这个柠檬茶 柠檬茶应该是本地挺受欢迎的 这个是9块钱 哇这什么葱 一根葱2500 25块钱一根葱啊 这个葱有点格局了 100块钱一公斤 这个葱 来个萝卜 4块钱 有突然发现不能买 这个葱它那个翻没了 换一个吧 我该找的价好像每个都是有点发霉 都不太好 算了吧 21块钱 但是菜花 但是已经发霉了 看来好久没人买了 一盒这个小番茄14块钱 也是发霉了 买个一面啊 4块钱 4块钱一袋 小包的一面 这要4个人一顿能吃一包 这给国家鸡蛋是全国统一价啊 全都是3500 35一盒啊 就平均的话 一块多一个 鸡蛋是非常贵的 咱买半盒吧 1800 来盒咖啡 然后这个是6块钱 买盒牛奶啊 因为本地产牛奶并不多 所以是牛奶都是比较贵的 平均又要十几块钱 然后拿这个吧 矿泉水最便宜的是4块钱 然后呢 此次就是5块了 这个矿泉水是非常贵的 而且这个颜色水是喝的吗 这个感觉稍微有一点 有点暗黑啊 来非洲是真喝不起矿泉水啊 这个水太贵了 还不如买饮料呢 来一瓶运动饮料 应该是电解制水之类的 三块 兄弟们 我走上见着可乐了 你知道一瓶可乐在这卖多少钱吗 这样一瓶可乐要卖21块钱 然后呢 这个要卖22块钱 这一瓶可乐在中国也就6块钱吧 它真是按这个容量卖的 你看330如果是 成六瓶大概有两瓶 然后呢 价格只要2400 所以小瓶跟大瓶之间算成容量价格几乎一样的 然后平均100毫升是一块钱 太贵了吧 然后这个呢 是本地产的汽水 所以便宜一点2块钱 来一个吧 柠檬水 当然这个国家这些红酒啊 倒是很便宜的 你看这毕竟是欧洲殖民地 这瓶西班牙产的酒5块钱 然后这个 这一升的话是12块钱 然后呢 加上的红酒也平均就是五六十块钱 二三十块钱 这种 就是大部分的这个餐酒啊 价格还是可以的 就像这个国家呀 就是它原来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它有一个什么要求呢 就是欧洲人啊 人走魂不走 依然人走了看似走了 然后但是呢 经济上依然控制它 就比如说是这国家 打个比方这个店 现在用的店 这店是海边有树船 这个船呢 上面是一个发电机 然后发电机连那根电缆 就连到这个首都的岸底尔 那个船是葡萄牙的 就是这个国家用多少电 都要向葡萄牙去交对应的钱 有一天葡萄牙不给你供电了 然后 诶 那个全程停电了 就相当于老百姓赚的每一分钱 每一笔费用 都在间接的向葡萄牙去交税 哇啥情况停电了 不会是那个船 那个船不会停电了吧 哇 有那个发电机 一般停的话 不会超过两分钟 应急一下啊 试电停了 他这会来电啊 有他会买一个大发电机 这是一盒机 是230023块钱 这多少呀 这是一公斤 10块10块钱一斤 相当于 那像这个 在市场卖多少钱啊 就市场有2000一公斤 价格差不多了 价格差不多 本地喝酒呢 一般喝的比较多 是这个 Krista 250毫升呀 4块钱 这个是最普遍的消费 剩下酒吧就比较贵了 比如百威小瓶9块钱 卫生纸还是真买不起 你看这种这种很松很烂的那种 就是质量最差的那种纸 8块钱 2块钱一卷 这种 这个纸就是现在小饭馆 早餐盘都不放这种纸的 你想想啊 这一卷纸 人一小时工资美了 这一包纸 4个小时工资美了 太贵了 来和这个花生糕啊 这12块钱 然后37 连高路节都要20块钱 最便宜的牙膏是什么呢 最便宜的牙膏 都需要9块钱 最便宜最便宜的牙膏 太贵了 我就来这儿不用老刷牙了 拿那米斯瓦克刷就够了 这牙膏真买不起 最便宜的牙膏 相当于老百姓要工作 四个半小时买一管 牙刷同样 这个超市里面最便宜的牙刷呢 我观察是这个9块的 这个也相当于是老百姓 要工作四个半小时的工资 我总算发现和这个国家 差别于别的国家 唯一便宜的东西了 就是这个洗发水沐浴露 很便宜 这都是10块钱 这种很大的啊 清一色都是10块钱 这一排过去都是10块钱 各种选择啊 这个是我唯一的发现便宜的东西 背塔这是什么呀 这些 铜鸿 银银 这个应该是三鸿 这些都是女孩子 欺贴男孩子的工具 你知道吧 这背塔买了个修毛刀 真的无语了 这是修眉毛的修眉刀 你看修眉毛的 哎 我看到了个好东西 这是一个中国的军用水壶 这49 1.5升的 1.4升的 1.4升的 信用 这不是铁的 这胶的 那我头上砸都不疼 这明显是胶的 你这样判断它是材质啊 对 这49 高端高端高端 费打钱 要这个 这是 这个不超10块钱 可以买一个 36 36 别看了 走吧 所以说嘛 不是收入高的地方 物价有一定高 收入低地方 物价有一定低 就参照于之前拍的科威特 这个国家的收入 平时只有 科威特老百姓的 八十分之一 然后这个物价 却要比那还要高 这里物价高的原因 一部分来自于运费 我觉得是很小的一部分 更多的原因 是来自于 人们对一个单位产品的 一个需求比较少 所以说 具体的一个产品 它的成本就会非常高 那你要说收入那么低 物价那么高 那老百姓怎么活呢 我那天打了个出租车 那出租车的价格是 跑得比较远 我们要四十块钱 然后上车的时候呢 那出租车跑到加油站 先跟我要了二十块钱 说是干嘛 我要先加油 二十块钱 先加了两身半柴油 然后再继续走 所以说如果是普通老百姓 根本几乎没有数据率 就像我们朋友 木材厂户的员工 他们发工资 就是每周一发 基本 发完工资 然后 这个就够这个礼拜吃饭了 这一片地区的路 还有很长很长 要去走 OK去结账 哇不是一万吗 一万一 这还超值了 一万一啊 超标 天打超标了超标了超标了 又大进去一天工资 花了普通老百姓八天的工资 去超市里面捡便宜的买 买了这么点东西 我就在国内网上买 可能三十块钱就够了 其实严格来说的话 我手里面的一万西法 它不是等于一百人民币 而是等于一百零六人民币 但是呢 因为我们有一个法门 就是我们平常换钱 都会找本地的华人去换 所以说换到的汇率会非常合适 比如官方汇率一百零六 我换到价格就是九十八块钱 那就每一百块钱 就要比那个官方汇率 要省那么百分之十的样子 假设是现在美元七块吧 我再把那个换的西法 我换成美元 我可能这个美元六块 我就拿到了 所以我走的一百多个国家里边 大概有二三十个国家 都可以这样去操作 就可以让你在整个国家的消费 力减百分之十 OK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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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了 哇 下雨了 差不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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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